最近美国新闻周刊2024年全球大学榜单发布了 一些家长想让我来评点一下 这张榜单和英国的QS榜单 它的区别是怎么样 我也来从它的排名方法论 从两个排名的特点来说一下 首先这两人排名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主观性的问卷的比例 美国新闻周刊问卷比例是25% 在QS它的主观问卷比例是50% 而且它的问卷的数目 绝大多数是学校自己提供的问卷人 你学校自己提供问卷人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有的学校上心 有的学校不上心 比如说美国的这些大学 普遍的对QS全部上心 所以你这个学校就没有给它提供这400个问卷人 那么可能它的结果就不好 但是比如澳洲的学校 英国的学校 中国的学校 它提供这些问卷人 那么它可能结果就好 而新闻周刊 它的问卷的数目也少 而且问卷的 它是受邀请的人 才可以去回答问卷 所以在这个方面 一个就是QS是相对是很主观的 新闻周刊相对比较客观的 第二 新闻周刊这张排名 非常的强调 它是注重学术因素 就是这个学校它的研究成就 这里包括它的论文的数目 而且是在国际领域的前10%的论文数目 甚至是前1%的论文数目 这里面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而在QS排名 这样的比例非常的小 第三点就是QS 因为它是在英国的排名 它的目标 其实也是想要知道英国的学校 在国际当中的地位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它确实就是要找这些英国英联邦学校的优势 因为它在学术上 你的论文什么样 你出的诺贝尔奖 获得者 或者科研经费 它可能就是比不过美国的学校 所以它就会找一些它有优势的地方 比如说在它的排名里面 国际学生比例越高 那么它的排名就越高 这个我觉得好像不太合理 对吧 国际学生比例越高 不能说明这个学校的科研好 学术好 或者就业好 再有就是它编了一个叫可持续 叫sustainability 占了5% 你说一所大学它更可持续 这到底是怎么来评估 到底是不是我们作为学生或者家长 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呢 比如我中国北京的孩子 深圳的孩子 因为某所大学 它的可持续性这个分高 我就选择这所大学吗 还是因为这所大学 它的科研经费多 它的诺贝尔奖多 我选择这所大学 所以呢 这个QS排名呢 因为它的主体呢 是英国和英联邦的这些学校 它就是一个巧立明目 精心设计的 为英国大学的一个排名 你如果去英国或者英联邦留学呢 那这个排名呢 是有它的一定参考意义 那么新闻周刊呢 它就可以非常简单直接 非常堂堂正正的就去来看 学校的学术成就 它呢就能做出一个全球的这样的排名 而且这样的排名是相对比较客观的 你如果要是去美国留学 或者你真的要比较某所大学 在世界上的学术成就和声誉度呢 那么我还是建议你更多的参考 美国新闻周刊的全球排名 那关于QS排名和新闻周刊排名的比较呢 我就讲到这儿 希望对你的能有所帮助 有所启发 最后我想提醒呢 就是你不要说 我就只因为某一张排名 就去定了我未来的前途了 尤其不要只根据QS排名 来定下你未来的前程 希望今天讲的内容 大家有所帮助 另外我想跟大家说一个通知 我们在7月10号到7月30号呢 会在中国的8个城市巡回做讲座和见家长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 确实美国的国际教育有很多的变化 而且大家出国的动力啊 出国遇到的情况啊 也非常的不同 所以我想当面和大家讲一下 美国真实的高等教育的情况 包括排名 包括学业 包括就业 希望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内容还不错 可能也能帮到你的同学朋友 室友和家人 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 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道路 甚至人生轨迹 好的 我是常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